在正式的庐山之行视频开始之前,我先说一个小而有意义的插曲。 在编辑这期游玩庐山视频的时候,在我的电脑上跳出一条新闻,世界著名的词典维世词典,把Authentic真实地定为2023年的单词。 维世出版公司发布声明说,受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热门话题等因素影响,Authentic这个词,今年的搜索量激增。 追求真实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人生态度,虽然每个人对真实的理解可能有不同,也可能在现实世界里永远也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真实。 但是我相信,追求真实的态度,这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态度。 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,我们要不断地去思考和学习,这也是我去卢山游行的目的之一,观看风景,了解历史,尽可能地去接近真实。 卢山游有矿炉奇秀甲天下之美誉,不仅有巍峨挺滑的清风秀软,碰雪明来的银泉飞铺,瞬息万边的云海奇观,俊其巧秀的园林建筑。 卢山还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,千百年来,无数文人莫刻,名人至世在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,和筷字人口的篇章。 苏氏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愿生在此山中的庐山云雾,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似银河落九天的秀峰马尾铺,毛泽东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,无限风光再显风的吕洞兵修仙而居的仙人洞,均是湿井交融,明阳四海的绝境。 我们一早从南昌的滕王阁开园大酒店出发,去车前往庐山景区内预定的酒店,整个行程约160公里,从北门进入景区,一直到酒店,花费约三个半小时。 原本我们担心景区的住宿条件不是很好,打算在景区先住一个晚上,如果不行第二天在九江再找一个酒店。 没想到进了酒店以后超出我们的预期,于是我们决定续定一个晚上,这样也省得来回的时间。 刚到酒店时,门口遇到一个老者,我们向他打听景点游玩的路径,从后来的言语中我们隐约觉得他可能是酒店的老板,向他求证,但他自称是酒店的保安。 后来我们回到房间也很感叹,这个世界低调的人还是蛮多的,酒店的服务也非常棒,第二天早餐也该有的都有,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可能是酒店老板的女儿还是儿媳,一个人麻利的收拾着早餐的餐厅,还不断补充吃完的点心。 中国的名山太多,但山上有城镇的甚为少见,第一次把卢山一词写入史书的,是西汉的司马迁,于南登卢山,关于苏九江,仅仅十个字。 陶渊明的家乡就在卢山脚下,他每天可悠然见南山。 晚清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,增开九江为通商口岸,九江开布后,西方的商人、传教士和海关职员拥入九江。 为了寻找夏天避暑之地,纷纷在卢山修建别墅,后英国商人李德利租借了卢山长冲谷,而现代的说法空手套白狼,成了开发商。 从那时开始,卢山的人文历史迎来了新的时代,长冲谷,即现在的孤陵,是英文库陵的英译。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,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浪潮中,卢山被推向了潮头。 它所展现的多元性,超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。 直到1927年,中华民国收回孤陵时,孤陵上含有560栋别墅,来自16个国家的几千人住在这里。 中午我们在宾馆里吃了午饭以后,开始了我们卢山的中线旅行。 我们下午的行程主要景点是,卢山会议就职,美卢别墅,卢林一号,卢林湖,花镜和仙人洞。 我们开车穿过了孤陵镇,来到了卢山会议就职。 卢山会议就职,原是蒋介石在卢山创办军官训练坛的三大建筑之一,于1937年落成。 1959年,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,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和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均在此召开。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三次重要会议,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 纪念馆内有很多珍贵的史料,其中最让我感到收获的是,看到了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的部分真迹。 当我们来回顾,学习和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,我们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,政治人物的立场,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等多维度的去思考。 我相信,每个善于思考的观看我视频的观众,心里都有一份不尽相同的答案。 离开了卢山会议就职,我们来到了卢林一号,当时为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卢山别墅,旁边还建造了卢林湖。 毛泽东同志数次上卢山,仅在卢林一号居住40余天,卢林湖也曾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记忆的, 号称是新中国第一文的电影《卢山练》的拍摄场地。 离开了卢林一号,我们来到了美卢别墅。 它是卢山的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,展示了风云变化的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侧面, 也是曾经交手多年的国共两党领袖先后诸国的同一处别墅。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,美卢别墅也因此而成为卢山永远抹不去的记忆。 美卢别墅的最初所有者是英国的西亚阿兰诺茜·勋爵。 1903年,勋爵把这栋别墅的产权转让给温尼弗利德杰·巴黎女士。 1933年,巴黎女士把这栋别墅作为礼物送给了蒋氏夫妇。 蒋氏夫妇之所以非常喜欢这栋别墅, 是因为她在建筑理念上兼具了中西文化的风格。 蒋介石一生18次上卢山,在山上主持召开了11次重要的会议。 是卢山见证了她走向巅峰,也注视了她一步一步追递。 而最后一次蒋介石离开卢山时拆踢的自美卢, 从自立行间可以体会到她当时的焦虑与无奈。 走出了美卢别墅,接下来我们沿着卢秦湖散步走向花景和仙人洞。 由于篇幅关系,这里不做详细的介绍呢,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。 因为卢山的旅游,人文景观是重要的部分, 而卢山中线的游玩,个人更推荐的是卢山会议旧址和美卢别墅。 卢林一号也可以去看一看,因为现在改成了博物馆, 里面有很多卢山名人的介绍,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。 至此,卢山中线的景点大致游玩结束, 感谢观众耐心的观看。 在下一集,我会介绍卢山东线的景点的游玩过程, 期待您继续鼓励和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